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得鬧更看門道 2022年11月9日 中信兄弟在主場3比2勝過樂天桃園 贏得職棒33年總冠軍 其中折服搭檔先發投手吳哲元 跟捕手弗萊喜搭檔7局僅失2分公不可沒 本集回顧折服足球 一局相伴面對昨天擠出3支安打的陳成薇 分別是對2顆高位置訴求跟外角低變訴求擠出安打 本場阿福改變配球策略 連續兩顆適逢訴求塞在內角低位置取得一好一壞 接著吳哲元對捕手弗萊喜搖了兩次頭 要繼續塞訴求偏低壞球 偏外側變訴求壞球 接著內角訴求高起來被咬中但拉太快出界 但吳哲元接著還是對弗萊喜想配變化球搖頭 接連兩顆訴求的尾勁確實都不錯 一顆中間膝蓋高追不到回攻三陣出局 很明顯壓低訴求是關鍵 下一棒沈進也是訴求走在前面 再連續滑球擾亂節奏製造滾地球出局 林立第一球弗萊喜漂亮配一顆滑球 無持形到位掉出外角好球袋 打者抓訴求出棒過快揮空 接著腰帶高訴求揮空 讓弗萊喜再配一顆高調訴求製造飛球出局 二局相伴廖建復的打擊 曲球變訴求取得一好一壞 接著製造速差塞內角腰帶高 145公里訴求還是被完全拉打貓中 形成右外野434英尺的大號全雷打追平比分 下一棒朱玉賢 變訴求偏外角壞球 阿福馬上用手勢提醒5手臂掉下去指使開掉 記得提上去 不過還是連三顆變訴求壞球 走回內角訴求搶好球 阿福敏銳觀察到朱玉賢有說一下的反應不適應偽進 那就再走一顆內角訴求進來 果然製造右外野高飛球出局 下一棒藍英倫 本局連續三棒都是變化球開場 滑球變訴求製造一壘滾地球出局 下一棒郭修偉改篩外角膝蓋高訴求又被掌握 打成平飛球只是去找一壘手被接殺 三局上首位打者顏紅軍 也是先走訴求內角腰帶位置 被咬中拉太快出界 於是改用連續三顆變化球塞進來跟顏紅軍周旋 累積足夠的打者有對變化球的擊球感 才改篩適逢訴求進來 外角膝蓋高帶衝串尾進製造速差 搭著揮棒落空散陣出局 馬傑森滑球開場 外角大腿高訴求出棒燒慢界外 阿福還是繼續配中間高調球進來 就被完全掌握 形成差點出牆撞在牆頭的左外野二雷安打 看到這已經可以確定 吳哲淵本場的訴求求位並不穩定 時好時壞容易被掌握 不過對上陳陳薇 弗萊奇的配球還是堅持延續第一個打席某所出來的對決策略 攻內角低訴求 投手也能精準執行到位 果然讓陳陳薇打高了形成中外野飛球出局 下一棒沉浸 兩顆外角滑球穿插內角訴求 完全擾亂沉浸節奏 形成右側軟弱滾地球出局 精彩 大概在4局上前後的這個時間點 有鑑於比賽前半段不少訴求被咬得扎實 阿福的配球加強了用變化球掩護不穩定的訴求 幫吳哲源藏左 除了幾乎都是變化球開場 再增加用變化球周旋 讓打者習慣變化球的擊球感在突襲訴求打不好 或是不斷交叉使用讓打者拆 要肩負的打擊更是乾脆變訴求連發 讓等不到訴求的打者完全被吊中揮空 5局上先是保送了郭勇為 對上嚴弘軍的打席 也是連續4顆變化球 再突然塞一顆外角腰帶高訴求進來衝串尾勁不錯 打者措手不及揮空三陣出局 6局上對曾經的打席 連續外角低滑球穿插內角訴求良好愉快 一組外角滑球訴求組合之後 打者實在被搞糊塗了 到底要拆訴求打還是滑球打 結果抓訴求來外角低曲球 出棒過快揮空三陣出局 吳哲源本場雖然訴求狀態不佳 但變速滑球曲球都控得不錯 也才能配合阿福的配球 達到掩護訴求的效果 氣局上對廖建復的打席 調整配球策略先走訴求和好球 內角脊椎變速球 看起來像訴求有致命性力揮棒落空 再來一顆偏低變速球選調 然後再來一顆外角訴求 真的是神來一筆 漂亮的心理戰 打者想說又是低角度變速球 別想再騙我了勇敢放掉 結果真的是訴求進來就被拉掉了 當然吳哲源能執行到位也相當重要